我们来看这道题 下列哪个方法有利于程序的动态链接 我们要看一下什么是链接 我们的进程创建之后 到执行的这样一个过程呢 需要经过三个步骤 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的编译程序 需要对它进行编译 然后产生一些目标模块 然后这些目标模块和它所需要的酷函数呢 要通过一个链接程序将它们链接起来 形成一个完整的装入模块 这是链接的过程 这个装入模块呢 通过装入程序呢 要放入内存当中 也就是装入的这样一个过程 我们这三个步骤大致的过程呢 是这样的 但其实在链接和装入之间呢 还有很多的 比如说装入的时候有 有绝对装入 还有可重定位装入 那么链接的时候呢 同样也有静态链接和动态链接 静态链接呢 就指的是它这个链接的过程呢 完全是在装入之前 那么链接完成之后呢 就不再拆开 直接形成一个模块 然后装入过程 那么动态链接呢 就分为了 在装入的时候动态链接 还有在执行的时候动态链接 那么装入式链接呢 就是边装入边链接的一样方式 那么运行式动态链接呢 就是对于某些目标模块链接呢 是在程序执行的时候 需要这个目标模块的时候 才对它进行链接 这种方式呢 是很容易去修改更新 便于对它的一个共享 但是我们注意到 这个动态链接呢 是在装入内存之后的 在它装入内存之后呢 我们对这个目标模块的这样一个 控制呢 就不能再使用它的物理地址去区分它们 因为它们同时装入到了一块内存当中 所以我们对它们的链接的这样一个控制呢 是通过分段的方式 也就是说在逻辑上 把它们再链接在一起 而不是在物理上把它们链接在一起 所以说要给它们 逻辑上有一个名字 那么选项中呢 只有我们的A选项分段存储管理 是在逻辑上对于一些存储空间进行控制的 所以说呢 只有这个逻辑上的分段存储管理 比较有利于程序的动态链接 答案呢就是A选项 都要含 我不知道 非常 papel 但是 那么不一样 很多